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听众朋友 9月8号礼拜二 美股收跌 科技股领跌 道指下跌超过600点 纳指下挫4.1% 对于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化 科技股估值过高 新一轮的财政刺激方案 搁浅的担忧 令美股承压 Tesla未能够入选 标普500成分股 股价重挫21% 美国石油暴跌7.6% 布伦特原油跌破40美元 截至收盘道指下跌632.42% 2.25% 报27500.89% 纳指下跌465.44% 4.11% 报10847.69% 标普500指数下跌95.12% 2.78% 报3331.84% 科技股再遭重挫 Tesla股价盘后 暴跌21% 上个礼拜五收盘以后 标普道琼斯公司 没有将这家股票 飙升的投机性股票 加入标准500指数 令投资人颇感意外 这种冷淡的态度表现 纳什达克市场存在过热的风险 Facebook Amazon Google 母公司Alphabet 苹果Microsoft Zoom Video 等等其他热门科技股 习数下挫 在礼拜一 日本股市中的软银股票 下挫7% 据报道 软银在大型期权交易中 以数十亿美元 压助科技股 继续飙升 如果软银要减少这些看赌 机会的损失 美科技股的板块 可能会失去了部分的动力 从热门股技术 明显转向那些 疫后经济重启中 受益的股票的板块 轮换的状况明显 Disney McDonald UPS 还有福特汽车等等 股票走高 网约车和外卖的企业 Uber 收高3.2% Lift收高3.9% 科技股指数继续暴跌 分析师称估值已不可持续 在上个礼拜五美股结束 收跌科技股领涨 美股结束了此前 连续五个上涨的行情 2020年迄今 美股市场的领跑者 Amazon 苹果 微软 Facebook 等等均重挫 令科技类股权重的 纳士达克综合指数 一周下跌3.3% 创3月20号以来 最大的当周跌幅 道指和标普五百指数 上周分别下跌1.8%和2.3% 均为6个月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 很多市场人士认为 科技股的疲软 源于人类对于大型科技股的公司估值 以上涨至不可持续水平的担忧 即使上周所有回调 纳士达克指数还是比3月份的底部上涨了70%以上 很多分析师认为仅仅温和的下跌是不够的 股市还需要下跌的更多一些 因此 西加门认为修正可能会超过10% 在上周大型股科技股暴跌的同时 对于经济复苏最敏感的周期性股票表现上加 标普五百元材料和金融板块 是上周两大赢家分别上涨2.3%和0.9% 以上就是2020年9月8号 当日的经济以及股市的缩影 谢谢收听 您是否正在卖房买房 五年以上没有检查白蚁 想处理白蚁又担心疫情 长城白蚁防治 现提供无接触服务 可为客户提供钥匙和进行空房检查 或为客户提供口罩 减少现场交流 通过电话邮件进行后续沟通 想再搬家前处理掉白蚁 请早做打算 长城白蚁百里挑一 请联系408-881-4646 408-881-4646 Long on time负责人NGB 讲解如何才能抓住机会 拿到更好的利率 理财顾问三分区 讲解退休人士六大关键顾虑 专业理财顾问为您解答 独家冠名赞助GMCC 换通贷款James Jean 西资深贷款顾问Anna Wang 介绍贷款市场最新变化 把握低利率时机 做好重贷 9月12、13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Max Real Cupertino 以超过十年的专业诚信 预满弯曲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 Real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 Real 有经验丰富的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odeSteel Max Real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 Real Cupertino 请下Vila王408-307-5056 408-307-5056 老公啊 我出车祸了 怎么办呀 啊 你没事吧 上次我哥哥出车祸以后 听他说 找重信律师事务所的 翁景山小姐 他们有二十多年的经验 会为客户 联络医生 保险公司 最后啊 还向对方保险公司 争取了一大笔的赔偿啊 好 那我马上就来找 翁景山小姐帮忙吧 重信律师事务所 二十四小时为您提供车祸法律服务 请电翁小姐 415-269-1803 415-269-1803 农燕杰 房地产经济 Compus Real Estate 1455 Grand Road Los Altos 2100平方尺 开价2878000 请致电650-867-1248 650-867-1248 第二一No.013-77923 好消息 最近贷款利率历史新低 51030年固定 2.75 15年固定 2.5 765,030年 3% 15年固定 2.625% 无任何费用 51万出租房利率 也是新低 有兴趣请找张力 电话 408-315-9470 315-9470 货店由到 Lee at LeeZenCorp.com 矽谷销售冠军 德利昂地产 请勤奉上 925 Lincoln Avenue Palato 现代设施 融合经典魅力 四房四位 3100平方尺 占地12000平方尺 要价598万 12733 Diane Drive Los Altos Hills 奢华打造 五房 五权位 三半位 6000平方尺 占地1英亩 要价698万 详情请致电德利昂 650-785-5822 650-785-5822 GMCC万通贷款银行 拥有9家分行 遍布南北家 专业高效的运作 灵活多样的贷款方案 与100多家 Lending Resources合作 即使Jumbo Loan 都可以In-house 独立审核批准 放款可至2000万 为国客提供 最专业的服务 最优惠的贷款 9月份 Cupertino Fremont 和Burlingame分行 都会定期举行 Webinar 网络开放日 指现代款经济 必须短信 650-996-1982 650-996-1982 预约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来到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主持人白哥 最近听到很多朋友 在家里发现白蚁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 SANHOC 长城白蚁防治市场部的 Cincy尔叶女士 来谈谈 大家所关心的白蚁问题 欢迎Cincy尔 叶女士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首先呢 我们想知道白蚁是什么 为什么在湾区 需要注意白蚁呢 湾区呢 因为它的气候 非常的温暖 白蚁是一种 喜欢温暖 就有昆虫 所以湾区的条件 就非常适合 白蚁去生活和繁殖 所以是一种 很常见的昆虫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么白蚁在湾区 是很常见的问题吗 是的 的确非常常见 因为我们每年都要检查 上千道的房子里 然后呢 在这上千道的房子里面 有白蚁问题的 超过了90% 只是说白蚁的种类 和泡坏的程度 有所不同 那既然这么常见 为什么很少听人提起 实际上呢 是因为白蚁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们比较隐蔽 因为它们以木头为食物 所以它们大部分时间 都隐藏在木头里面 很少能够暴露到表面 被大家发现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是因为 看到了一些白蚁的痕迹 比如说它钻了孔啊 或者一些排泄物 到了表面 但是这是一个 很少发生的一个 就是很少能见到 它们真的到表面 但实际上隐藏在里面 我们发现不了的情况 是更多的 嗯 原来是这样 那么白蚁对房子的危害 又有具体是哪些方面呢 对 因为白蚁呢 它就是以木头为食物的嘛 然后弯曲我们这边的房子 大多数都是木质的结构 所以它们就会侵蚀 这个房子的木质结构 就可能会包括一些 木头沉重的 或者说墙体 还有木地板 凡是有木头的地方 就有可能会受到白蚁的破坏 然后随着蚁群的扩大 然后它们还会从一个地方 转移到房子其他的地方 如果有白蚁的话 然后又长期没有去发现和处理 那这个白蚁呢 就会不停地侵蚀木头 然后这个房子的木头呢 受到损害 或者说变得薄弱 那到时候呢 我们出于房屋维护的目的 我们需要清除白蚁 又需要把坏的木头换掉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及早发现白蚁的话 我们就可以保护房子的木结构 不受到这么多白蚁的损坏 嗯 的确是这样 那听了您说这么多关于白蚁的危害 我们的房子也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知道 自己的房子有没有白蚁呢 今年比较特殊 因为天气很热 大家又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 我们受到了很多来自客户的询问 说在家里发现了白蚁 家里发现了虫子之后 上网查了图片 发现这个好像是白蚁 就来联系我们 然后呢 另外有一种 其实更常见的 就是一种干木白蚁的迹象 我们叫它盐和胡椒 但是那种干木白蚁 在侵蚀了木头之后 排泄出来的木色 或者黑色那种小颗粒 很多时候待在什么窗檐啊 或者是天花板 就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 出现的一些颗粒 像木屑一样的 这就是干木白蚁的排泄物 还有一些什么泥的管道啊 有时候在墙上看到有一个泥的 这样一个管道 那就是白蚁通行的管道 不过这些搭线的 机率还是比较小的 大部分时间 白蚁活动都是隐藏在内部的 很多时候需要专业的白蚁检查员 去检查 比如说你们平常 大家平常不会去到的阁楼 还有下面的cross face 然后如果说 您是在正在买房的情况下呢 一般卖家是会提供白蚁报告的 你就可以通过阅读白蚁报告 来判断这个房子 是不是有白蚁的情况 嗯嗯 明白了那既然这样专业的检查员 他们要去检查的时候具体是做哪些操作呢 那专业的检查员呢都是应该通过州政府的考试拿到诀照的 他们知道怎么去判断是不是有白蚁 除了这个虫子还会去看一些其他的迹象 那负责的检查员呢都会从屋内屋外 然后上面到阁楼下到cross face 凡是可以观察的地方都应该去检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有虫子或者说白蚁的一些残留的排泄呀 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木头的破坏 现场的话一般的single fam的检查大概在两个小时左右 嗯嗯听起来这样很专业 那我们平时家里需要多长时间进行一次白蚁的检查呢 嗯白蚁的检查呢 这边上因为白蚁的破坏是比较慢的 你说几个月或者一年它不会有很大的破坏 就是怕长时间不去注意不去检查 如果说距离上一次检查 或者说你上次买房检查超过十年 然后呢或者距离上一次处理超过十年 那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做一次白蚁检查了 如果说超过五年 你也可以考虑是不是要做一下 嗯对是的确是这样 那如果我们请专业的长城白蚁团队来帮我们做检查 过程中发现的确有白蚁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 那其实这个简单的流程我可以说一下 就是我们首先去做检查 然后判断是什么白蚁 哪种白蚁 然后给您推荐适合的方案 客户来可以去决定是不是要做 以及什么时候去做这个处理 那我们检查之后呢就要首先看是哪种白蚁 那湾区最常见的白蚁是有两种 一种是叫干木白蚁叫dry wood termite 还有地下白蚁 the terrain termite 那干木白蚁呢 主要生活在房屋的木质结构中 就包括墙地基和地板的木头里面 然后地下白蚁呢它主要生活在下面cross base土壤里面 然后呢就是从处理方式来讲是这两种白蚁是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地下白蚁的处理方式是做土壤处理 因为他们生活在土壤里平时会从土里到木头里觅食 那我们做处理呢就是先到cross base在土上喷药 然后另外沿着房子的边缘钻红打药 就是所有他们从土到木头行动的路径 无论是从下到上还是从外到内部都喷上药 这样他们在觅食的过程中就会沾上白蚁药 然后带回他们的蚁群而起到杀死白蚁的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处理干木白蚁呢就是有两种常用方法 一种是叫熏针Primigation 还有局部处理Localized Treatment 然后熏针法呢就是把整个房子用帐篷包起来 然后天冲铺白蚁的气体 那现在这种方法是比较彻底的进驻白蚁的方法 干木白蚁的方法 哦明白了 对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自己的neighborhood 会有看到有很多房子是被帐篷罩起来的 那我们就知道那个是在做白蚁的房子工作 白蚁房子我们是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工作呢 大概需要多久时间呢 就是在白蚁房子中最需要做提前准备的就是一个叫熏针的过程 就是针对干木白蚁把整个房子照起来的这个熏针的过程 这个过程呢是要三天两夜 然后包括设置帐篷填充气体 然后还有通风换气的时间 然后准备工作方面呢 就是食物和药物宠物植物这些不能留在房子里面 因为我们要把整个房子照起来嘛 所以说处理独立屋是比较方便的 如果连排别墅的时候 那很多时候邻居不能一起坐 那就只能处理自己家的白蚁 那就只能采取这种局部处理的方法了 哦 那么局部处理的过程又是怎么样的 针对干木白蚁的局部处理呢 就是我们在发现白蚁的那几处钻孔 然后把药填进去 这个过程是不影响住人的 所以准备工作会相对薰针要少些 嗯 了解 那这样对比起来 听起来好像薰针比较复杂 而且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 做局部处理更方便 那么为什么大家不直接选择局部处理 是这样子 虽然说听起来薰针好像很麻烦 又不能住人 还有很多准备工作 而且一次性的花费 一般情况下也比较多 但是一般情况下 在我们能够做薰针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推荐做薰针 因为做薰针的效果是最好最彻底的 局部处理呢 它只能针对一些暴露出来的问题 就是我们检查能检查到的地方 那如果有一些白蚁隐藏在墙的内部 像一些这些其他隐藏的地方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检查 也没有办法进行处理了 所以说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有些人去年 或者一两年前才做过局部处理 那其他地方呢 又发现了白蚁 然后又得要过去再做处理 其实这样长期来讲 就是又麻烦 然后长期来讲也并不会省钱 然后呢 因为薰针是气体 所以它可以渗透到房子内部 所有我们检查到的 没有检查到的隐藏的地方 都可以去掉 然后把整个房子的干部白蚁清除掉 听起来好像是这样 我们一步到位把整个房子来做一次薰针 这样的话以后防患于未然 未来就不会发生更多局部的 出现白蚁的情况 好的 其实这个我要稍微提议一下 就是其实呢 这个干部白蚁薰针 它并不是一个预防性的措施 它是主要是把现在有的问题 就是现在有的白蚁处理掉 它并不能防止白蚁进入到房子里面 但是呢 因为这个白蚁 它要发展到一定的数量 它要能够形成破坏 它需要的一定的年限 它需要好几代的繁殖 所以我们现在把现在的白蚁处理掉 那等到下一批白蚁 再繁殖到那个数量 就是需要 最少要在7到10年吧 所以说基本上做一次薰针的话 应该是说 7到10年不用特别担心 干部白蚁会形成特别特别大的破坏 但是如果做局部处理的话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保证 你现在坐了这个地方 你现在坐了卧室 卫生间可能下个月又出来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 如果这个房子是打算长期居住或者拥有 还是做薰针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做薰针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明白明白 谢谢您的仔细回答 对这个白蚁是有一个周期性的 很多朋友在买房的时候 对于刚刚买房或者正在买房的朋友 您有这样的建议吗 我对刚买房的朋友的建议就是 早做计划和打算 尤其因为最近属于白蚁的忙剂 每一年的夏天都是白蚁工作 最为繁忙的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检查都要排到10天以后了 那有一些客户说搬家前几天 他就联系我们说 我们可不可以明天做 那是来不及的 那在搬家结束前就来不及了 他们或许要以后再做 或者是要推迟搬家的行程 那保险的话就最好提前两周 联系好检查和处理的时间 这样有充足的时间准备 尤其是对于干母白蚁薰针来说 就是因为如果是说做局部处理 或者土壤处理的话 搬家之后再做也是可以的 但是对于干母白蚁薰针来说 因为需要房子是空的嘛 你再搬进去之前做是最方便的 因为这样就不用很多准备工作 比如说把食物带离这个房子 然后也不用去找地方住 所以说我们强烈建议 如果是有干母白蚁 如果说在买房过程中 然后发现卖家提供报告 有显示有干母白蚁 那我们一定要尽早的联系 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在搬家之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对 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那么我们谈了这么多 关于处理白蚁的问题 那作为普通屋主 平常住房维护需要注意些什么 才能减少白蚁呢 就像我们说的 我们处理白蚁并不能防止白蚁 就是不能完全说防止白蚁进入 最主要的是 你在一些日常维护的时候 也需要注意 比如说因为说白蚁呢 它就是在自然界中存在的一种昆虫 它就像蚂蚁和老鼠一样 就是你无法阻止它在房子的外面存在 但是呢 你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防止它进到房子里 我觉得最重要的对于屋主来讲 是两个地方 第一点 就是不要让木头直接暴露在空气和土壤中 比如说一些patio啊 一些deck 因为白蚁进入到房子里面 它就需要一个路口的 然后这些暴露在外边的木头 就很容易成为这个白蚁进入的路口 他们就可以顺着这个木头 然后呢一直到你的房子里面 或者房子它本身有一些 暴露在外面的木头 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然后呢 这些我们的解决方式呢 就是一个建议 就是说如果能够刷漆 或者用透明的漆 锈一下这个木头 让它不要是这个 直接暴露在带面 这样的话就能够起到一个减少这个的作用 然后第二点呢 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防水 因为家里如果有漏水的情况 或者说不注意让水渗入到这个房子的木头里面 木头呢就会变得软 变软了之后呢 白蚁就更容易去攻击 还有去消化这个木头 所以说这样会加剧白蚁的侵蚀 再加上水本身对木头破坏也是比较严重的 当然我们说这些只是说减少这个白蚁破坏的几率 那除了这些呢 我们还是要定期检查 这也算是防务维护的一个部分吧 就像我们说的可能长的话十年 如果十年没有做过检查 或者没有做过处理 那也是时候要去做一个检查了 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自己家的房子 有多久没有来检查白蚁了呢 您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长城白蚁房子 408-881-4646 好的叶女士 有没有什么福利和活动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吗 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最近其实真的是忙去 因为夏天白蚁非常活跃 我们的听众很满 但是我们还是想给听众朋友一些福利 就是说如果从现在到11月1日之前联系我们 我们的电话是408-881-4646 408-881-4646 针对非房屋买卖 然后三千尺以下的房子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免费的全务检查 但是我们这也是有一个服务区域的 就是主要我们还是在南湾 然后banicula 半岛 还有非毛这一带做这个检查的 所以说您有需要的话 或者是您有兴趣知道 是不是在家里有白蚁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去看看 是不是可以约一个时间做一个检查 好的听众朋友们 如果您的家里有任何白蚁房子的问题 想要咨询 可以打电话给长城白蚁房子 408-881-4646 408-881-4646 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告一段落 谢谢叶女士为我们提供的 关于白蚁房子的一些知识 谢谢听众们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 再见 好 您是否正在卖房买房 五年以上没有检查白蚁 想处理白蚁又担心疫情 长城白蚁房子 现提供无接触服务 可为客户提供钥匙和进行空房检查 或为客户提供口罩 减少现场交流 通过电话邮件进行后续沟通 想再搬家前处理掉白蚁 请早做打算 长城白蚁 白蚁挑衣 请联系408-881-4646 408-881-4646 矽谷销售冠军 德利昂地产 请勤奉上 925 Lincoln Avenue Palo Alto 现代设施 融合经典魅力 四房四位 3100平方尺 占地12000平方尺 要加598万 12733 Dian Drive Los Altos Hills 奢华打造 五房五权位 三半位 6000平方尺 占地1英亩 要加698万 奖请请致电 德利昂 650-785-5822 650-785-5822 贵民博士算对了 贷款利息又降了 屋主自住屋 confirming loan 30年固定2.75 15年固定2.5 super confirming 30年固定3.0 15年固定2.625 投资房 confirming loan 30年固定3.375 绝对省钱 无任何隐含费用 精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里笑 请加微信 明慧Ginger 货质店 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GingerLoan.com查询 您想在湾区找到最合适居住的新屋吗 湾区新屋专家曾庆安 Stanley曾 专精新房市场 曾经与各大建商合作20年 不但熟悉湾区所有新房 还追踪到各地即将推出的新屋计划 可让您在第一阶段 即可买到价钱最低的全新华屋 请速来电查询 408-777-8900 请找曾庆安 Stanley曾 408-777-8900 GMCC万通贷款 资深贷款经济降码 凭借丰富的贷款经验 专业的知识 真诚服务广大客户 提供各种贷款方案 帮您实现买雾梦 降低利率 更当注了客户实现投资的梦想 月月一对一资讯 请致电降码 408-858-3198 9月份推出自住房重贷利率 Super Confirming Loan 51万到76万5 30年固定 2.875%APR 51万以下 30年固定 2.625%APR 15年固定 2.375%APR 全部没有任何费用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 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服务湾区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民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病情判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 朱里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到病除 Fremont和Campeau 两家诊所 预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Helen Ho 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 为个人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Helen Ho 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 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诈谈详情 听众朋友 欢迎您 来到我们这一节的访谈 现在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资深的理财顾问 侯秀琴 Helen Ho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Helen你好 Helen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有一段时间没见了 就是 这样子呢 也造成我们今天 访谈的内容的跨度又更大了 首先来分析一下 现在在疫情之下的市场 好像还不错 是的 是的 今年呢 大家也都深深感受到了 生命的无常 同时呢 也都感受到了 世事的无常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都知道 咱们的股票市场 连续十年都非常的好 对吧 那么今年的年初 照样的往上飙升 直到三月的下行 就突然间跨掉了百分之二十多 百分之三十多的这个下降 那么结果呢 从三月底到现在呢 又飙升到了 几乎都得到了历史的新高 除了刀劲呢 还是给年初比是掉了百分之二 我们的Fp500呢 比年初呢 涨了百分之六 还是现在 NASA更离谱 涨了百分之二十五 从今年的一月二号到现在 所以说呢 我相信呢 咱们班区的朋友们 收益相对比较多 因为咱们大多数 都有高科技股的嘛 对吧 所以说恭喜各位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疫情呢 其实造成的伤害呢 在股票市场上 没有体现的特别到位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也知道 我们现任的总统 他呢 也许希望连任 对不对 他又是一个商业背景的人 所以呢 他把股票看成是 他的宝贝的宝贝 来取得人心 也当成是他的护身符 没错 所以说呢 在疫情一发生之后呢 我们已经多了 4到5个Tillion的钱 放到了这个市场中 那当然很多公司呀 个人呢 也都领到了一些补偿金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太痛苦过的 在这个疫情当下 但是呢 作为一个经济背景的人 作为一个财政方面的专业人士 我认为呢 这个市场呢 它迟早必须的来赚这个账 给我们每一个人了 所以说呢 大选之后呢 还有明年呀 后年呢 如果市场有别的倾向 那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现在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 他们也都有同样的共识啊 都觉得说市场呢 那根本没有把它真正的基础的 基础的 Foundation的东西表现出来 不应该这样飙升的啊 那么飙升呢 就是因为进来了太多的 多余的钱 所以今年一年呢 我们可能会整个美国赤字 会变成多七到八个 Tillion的赤字 可是在往年呢 每年只多一个Tillion的赤字 已经是很离谱了啊 今年呢 可能要七到八个 到今年年底 tot all together 所以呢 这个钱谁来付这个账单 必须有人来付的 对吧 嗯 这就是我的一点想法 另外的话呢 我们花一点点时间 先看一下疫情的数字好不好 好好 那么疫情的话呢 我们也都知道 在美国呢 我们是名列前茅啊 在美国的话呢 这个美国什么都要走在前头 那么我们的疫情呢 也是绝对的一要领先啊 Today我们的US总共有6.3个million 630万的人得了这个新冠病毒啊 那么去世的话呢 有将近20万的人去世 那咱们加州呢 是等于是前三个州吧 咱们是top3的州啊 那当然了 我们Santa Clara County 是我们班区比较差的啊 Santa Clara County 是都走了去世的 260多个人吧 所以说呢 总体呢 咱们美国呢 是有差不多74万多人 那么全世界的话呢 那就更离谱了啊 全世界的话 这27.2个million 就是2700万 我记得以前的这种流行的这种疫情啊 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子列表 让大家清清楚楚的知道 可见的这一次的新冠的确是 那骇人听闻啊 才会做这么 对 这么仔细的 一个一个的数字 通通都给自己爆出来了啊 所以主要呢 我觉得一这是高科技了 二者的话 最主要这个新冠病毒呢 它是摊击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说呢 它的杀伤力啊 和它的隐藏力太强了 这就变成说 大家都措手不及 每个国家都纷纷的 被它的困扰太大了 当然咱美国的困扰是更大的的啊 所以说呢 这个疫情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可能有转机 谁也不知道 除非有真的很有效的疫苗出来 并且是可以work的疫苗出来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比较麻烦 所以呢 为什么说这些疫情呢 因为疫情是缺缺深深的 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和生活息息相关的 另外的话呢 它和经济是紧紧相扣在一块的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要是把这个疫情 能相对的吸收和感受 或者感觉到位的话 那你可能在很多事上 相对你就会占上风 所以呢 我觉得咱们总体 作为中国人呢 做防护方面还是相当不错 还是相当严谨的啊 非常到位的 其实真正去世的中国人亚裔 因为新冠病毒去世的是寥寥无几的 但是呢 作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各个国别 都有背景的人来讲 那我们还是容易被传染上的嘛 对不对 不管我们多小心 毕竟经济是不光我们亚洲的事嘛 对不对 这是整个全世界的事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因为市场现在特别好 已经到了高点了 那大家丢的钱也全部捞回来了 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嗯 可以在我盘生10% 20% 大选过的钱都放在 价格里就是变成很危险 对呢 因为大选嘛 总是马上就来了嘛 11月初大选完毕以后 结果出了 两个月不到就是大选了 没错 所以呢 这样子大选结果一出 我估计呢 这个市场就开始要react了 对吧 它就会反映出来 到底是川普继续继任了 我会怎么样 假如说拜登如果上的话 又会怎么样 因为它两个的政策 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不对 它造成全世界的一个关系 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 所以说呢 作为一个大选年 market没有太糟糕 就加上我们放进了 这么多闲钱进来 没有这么糟糕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对 所以大家呢 不要再侥幸下去了 如果您有一些 轻轻糊糊赚的钱 现在应该做一些动作了 不然的话 再这样的时候 那哭也来不及了就是 是 其实越来越多的朋友们 或者是听众朋友们 他们现在都在谈理财的这个事情 讲一个非常小的例子 就是我去的那家美容院 已经开始可以在市内剪头发了 但是都是距离六尺 结果我上个礼拜五 我就去哎呀 把这个长得不得了的头发去剪一剪 那么就听到其他有两个美法师 就跟他们的客户讲说 过去六个月啊 我股票多赚了五万 买了一个NIO 就是中国的电动车 就已经赚了六万块钱 如果再给我六个月 我就可以赚了十几万 我就要退休了 你看 每个人都是沾沾自喜啊 那我在旁边待着 我就听着默默的听着 我心里的想法好多 但是我也不便跟人家说什么了 你看看 这就是等于一般老百姓的散户 都已经变得如此的兴奋 那下一步要怎么样走呢 对吧 所以吗 如果大家都在高点的时候呢 你就要适当的出来了 对不对 是 如果大家都在担忧 不敢买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该大胆的多买一点 这个才是金正的赢家的举动 那所以Helen像您是资深的理财顾问啊 我们钱从一个地方 exit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better entrance到something else 今天我们就请Helen来讲一讲 钱如果从赚了很多的市场 那当然就是股市 出来了以后 我们要怎么样应用它 能够嗅到这个冒险 能够替自己的退休生活 打造一番非常好的美满的天地呢 好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当然了 如果在市场高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至于说全部出场 我们一定要猜选性的部分出场 还有个慢慢的出场 因为就像现在 我个人认为呢 疫情当下最主要的大选之前 还有两个月的公众 那你可以趁着这两个月的公众 适当的出 来部署啊 来部署这个动作和这个策略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钱出的时候呢 慢慢的出 当然你将来要定的时候 也是要慢慢的定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不要那个一跌来定千坤的 这样子比较可怕 所以说呢 这个钱从高点出来以后呢 我们要放到哪里呢 就是放到一些 相对呢 只会成长 不会在别的那种账户里比较好 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很多听众都很自身了 其实都很知道了 就说我们有可能会选这些年金的产品 比如说年金的 index指数年金 或者是呢 有些变动年金的话呢 它也是有guarantee 每年guarantee你多少的啊 这种也不错 每年guarantee多少是说总数的guarantee 还是自己开始领钱的时候 那个是guarantee 是指哪一种 两样都有 那个index年金的话呢 它是通常 我说的是投资的钱啊 就是一种策略 就是放到年金里啊 第一呢 index年金它是每年 进来的时候 它可能送你个bonus 送你10%啊 百分之多少的 对吧 然后每年的话呢 它会再给你涨8% 到10%之间 看哪家公司的产品了 然后等你要取的时候呢 它会根据你开始要取的那个年龄 一直guarantee你 保证你 一直取到人 现在不管你再见在20年 30年还是50年 都不重要 如果说活超过100岁 里头的钱都用完了 可是还是可以拿钱 对的 它一旦保证了以后 就这个数字就只会增长 不会再变了 变低了 那么你越长寿就越划算 所以呢我们叫它一个叫 Live Time Guarantee Live Time Guarantee就是 一辈子的一个 确定的一个好处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 index年金 它比较好的 就是市场涨 你就跟着涨 市场涨 你是不会跌的 并且每年还给你送个8%到10% 看看哪一个更多 还是你performance更多来给你 这是指数年金的最大的吸引人的地方 那么另外的话呢 这个变动的年金就叫Variable Energy 那这个产品的话呢 它是在市场涨时你100%涨 因为它不限制你的成长 但是呢它又同时给你一个6%或者7%的保证的成长 就是说我每年涨6%或者7% 或者我市场拿的更多 whichever is higher 我就拿那个的 作为我今年的成长额 嗯 那明年的话再看明年 所以它的成长度呢 就会比指数年金 overall的成长会更高 当然当时的时候呢 它也给你6%和7%的 simple interest的成长 还是蛮不错的哈 它也一样 当你开取的时候 会给你的income 就是Live Time Guarantee的income 所以呢 我当然还有新代另外一家公司的产品 它就是说我保你 假如说Market的跌了20% 我给你兜住 这20%我给你拿掉 我给你验了这个20%的那个loss 嗯 但是更高的时候呢 你就拿更高的 那当然了 一定要有trade off的嘛 但是呢 这个年金产品的话呢 也是非常的适合那种想要多一点钱 在股票市场投资的人呢 嗯 那这个的话呢 比一般的变动年金可能更attractive 更愿意投资在市场floating的人来讲 可能会更喜欢那个 因为你明白吗 我down return 20%我不用担心 嗯 假如down return在20% 那么我就是拿0% return 如果up return我涨了30% 你30%都归我有 你如果涨40% 40%也都归我有 但是呢 但是呢 它是不给你做last time guarantee 那个收入的事儿的 是 所以你可以短暂的在market不确定的时候呢 把一部分钱转到这里边 5年6年之后 哎 你觉得这个market稳定了 你再把它转到另外的年金里 可以给你成长 从此给你last time guarantee 所以这都是年金里边 我个人认为比较适合考虑的一些 但是哈勒你说到年金再转到其他的年金 这种再转来转去 我们会不会被tax啊 不会 它是叫roll over 哦roll over 就是从一个年金到另外一个年金 就是roll over 100%roll over 你不受any tax的问题 这不叫distribution 它叫roll over 好 明白了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资深理财顾问 Helen Ho 侯秀琴 联络电话650-678-0718 650-678-0718 电邮是Helen at HoFinancial.com Hou是HOU 我们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 马上回来听众朋友 之后我们还会仔细的介绍 年金以及其他保险 跟您息息相关的重要话题 Helen Ho 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他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的为个人公司 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 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 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恰谈详情 Long On Time负责人 Andrew B 讲解如何才能抓住机会 拿到更好的利率 理财顾问Simon True 讲息退休人士 六大关键顾虑 专专业理财顾问为您解答 独家冠名赞助GMCC 幻通贷款James Jin C资深贷款顾问Anna Wang 介绍贷款市场最新变化 把握低利率时机做好重贷 9月12、13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范语财经新闻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发表演说 我们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 美国贷款利率创历史新低 妈 想什么 赶快去 是不是贷款最好的时机 马上连接范语贷款 要贷款 找范语 省肯大 请洽范语集团888-831-8868 888-831-8868 Gugan Max Rail邀请您加入地产贷款团队 Gugan Max Rail在地产和贷款领域双双业绩显赫 专业的培训帮助您在地产和贷款双丰收 请来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范语财经新闻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发表演说 我们现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 美国贷款利率创历史新低 妈 想什么 赶快吃 说是贷款最好的时机 马上你去范语贷款 要贷款 找范语 省很大 请洽范语集团 888-831-8868 888-831-8868 本节目由欧洲休闲品牌 Alps Velo 三车电动助力自行车独家冠名播出 销售及查询热线315-367-2577 315-367-257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Helen 你好 Helen 你好 我们好像从Helen这边听到的年金的种类要多过 比如说像一些人他在银行有户头 那银行的理专就是理财专家 也会跟他们介绍一些年金 好像那边在银行介绍的年金种类非常少 简直是好像只有您说的这种1%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家公司包括每一家银行 他们只会代理很少公司的产品 那作为我们呢是一个broker 那我们代理100多家的产品对吧 所以呢我们一定会把每一个类种的产品 把它前五名拉出来 或者甚至前十名公司拉出来 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们代理的100多家公司的产品来筛选的 而作为大公司也好 或者是bank的那些representative 那因为我以前也在大公司待过嘛 待了十年呢 那么我们都是只有一两种产品可以给你选 好的话可能也就是两三种产品给你选 一般的话没有那么多产品 比如都是年金 都是指数年金 它可能只有一个产品 都是电动年金 可能只有一两个产品 所以这就为什么说 我们这边听起来好像花样特别多 其实也确实如此 对对 所以合法可以代理很多 对的 好那我们继续讲刚才说的年金 那年金是一种个人跟保险公司之间的一个合约 那通常如果说是注重年金 本金的增大的话 那以后每个月领取到的income就不会那么高 如果注重是distribution 每个月领的会高 那么年金的总数就不会增得那么大 是不是二者取其一的道理啊 在成长期的时候是一样的 你比如说你决定这个将来是慢慢取 还是将来快快的取 其实在你取之前 它们都叫增长期 增长期的时候呢 它是没有区别的 第一的区别就是你选不同的产品 它可能有区别对吧 但是呢 如果选同一款产品 你是用你将来要快取 还是将来要慢取 它们在成长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在涨的 步伐是一致的 那年金为什么好呢 因为年金呢 它可以管控你的风险 它可以保证你的所有的钱是增值不交税的 直到你开始拿钱的时候 才开始取 只有增值的部分涨税 当然了 你这个钱如果是本来就是没有交过税的 RA或者CET的钱的话 你将来拿出来统统要交税的 这个是没有错 可是年金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是 它能保证你一辈子有钱花 永远花不完 不管你长久到多少年龄 这就是年金最吸引人的地方 对 并且这是对每一个人都最重要的地方 其实一个人活到老 不在乎你有多少栋房子 不在乎你有多少轮船 多少汽车 而是要看自己哪一个人可以有稳定 又足够的固定收入 这才了不起的 没错 是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呢 人家把那个年金呢 就变成一个说 一个聚宝盆 它确实是个聚宝盆 只要你活着 你就永远有花不完的钱 当然了 你说我都花干了呢 没关系 花干了 它还是要继续给你发的 那有的人说 哎呀 那我要是活得软了呢 我要是活得没有那么长寿的 那也没关系 你娶的话就娶完了 就娶完了 你要没娶完 剩下的会留给你的后人的 留给受益人 留给受益人 所以呢 真的是很好的 像我自己这般年纪也不算很大 对不对 我都有好几年的年纪了 我的一些退休账户也都在年纪里 真的年纪蛮好的 是 annuity 那现在疫情期间呢 那因为我也认识有的朋友是在保险公司上班 好 那他是天天要到office 他就说 哎呀 常常接到电话 那不是两个礼拜以前是山火吗 就碰到很多人说 哇 我以前没有 他们可能都是用现款买的房子 结果居然没有买那个房子的fire insurance 说我现在要保活险 哎 结果这些有的保险公司就有policy说 哦 现在住在哪里的人 你现在要买保险 我们就不卖了 是的 所以保险这些事呢 确实真的要防范于未然 就是说 没有发生的时候该有的通通要就是啊 然后呢 就是make sure 你要有enough的potation 你不要说 我买了一点点不同不痒的 比如说哈 你说这疫情夺走了这么多人的性命 对不对 对 那么假如他有保险的话 虽然他活着的亲人会一样的痛苦 但是最起码金钱上没有那么可怕了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在人寿保险方面 大家一定不要忽略了 我发现我们华裔呢 还是有蛮多的人 就是没有人寿保险 因为他以前上班的时候呢 可能就用公司的那家人寿保险 叫group life insurance 结果他后来呢 退休了 他也觉得没必要了 因为孩子都长大了 他也就把自己就被忽略了 其实不是这样说的 人寿保险呢 他不再只是保那个人的寿命了 他现在保的是你保你大病 重病 长期护理 绝症 死亡 通通保的呀 所以说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考虑 给自己家宝一些东西 对 嗯 还有一个就是长期保护的 长期保护的保险 长期保护的保险 长期保护的话呢 其实在65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身体都很健康 首先我要恭喜你们 但是呢 在数据啊 大数据显示 65以上的人 70%的老人是需要长期护理的 在他离开这个人次之前 70%老人是需要的 当然了很多老人有可能是重病导致的 也有很多老人就是慢慢的老了 比如90岁左右了 没有办法自理了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需要长期护理的 所以呢 大家一定不要说哎我很好啊 我不需要啊 这个东西呢 你买了 你可以将来理赔的时候用 但是你要不理赔用的话呢 这个钱也通通给了你的受益人了 是 所以你这个钱 对他就是变相的一个策略 保护自己 又保护家人 然后的大大大翻几倍的利益 给了后人多划算呢 越年轻的long-term care的benefit leverage就越高 所以这种钱花下去呢 又有protection 并且也是一种储蓄自己的花出去的钱 这个可是不吃亏啊 对呀 并且的话呢 他呢 最主要是他资涨不跌嘛 因为你把这个钱等于投资到这个 比如说再选了个年金的雷寿保险 或者有的人特别喜欢whole life 买了个whole life 所以either way呢 我们就是说然后只涨不跌 对吧 并且里边的存款呢 还是免税的增值 一直在那增增增的 等于你自己要花这个收入 也没有收入税的 比如说你里边的存款是你的钱嘛 你在有生之年 你随时可以取出来花 这个是不交收入税的 也不交增值税的 等于说你如果我没花 那我起了大病重病长期护理或者绝症 我提前理赔了那个保额 那也不交税 等于你说我啥事没发生过人拜拜了 那时候就是死亡理赔 通通的给了你的后人 一分钱税也不收的 所以呢 在美国经济这么衰败 然后呢 赤字这么离谱的情况下 我们大家都坚信 特别我们业界的人都坚信 在下半年20年30年甚至40年 税务应该是增的 税务的税率应该是增的 不是应该降的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然后我们等于税务也利益最大化了 对不对 我们免费了呀 所以说不管怎样呢 这个东西都是个好东西 所以现在的income tax的税率 还算是低的 然后今年的利息也算低 所以有一些会计师就是在 跟大家呼吊说 可以把自己的Aira 变成一种Ross Aira的conversion 这个是不是也是a smart thing to do呢 当然当然 如果是大家今年的收入相对没有那么高 跟网年比 或者说即使现在也比较高 但是呢 你不要夫妻没有超过50万的 或者夫妻至少没有超过30万的 一定可以考虑把你以前的Aira转移部分 变成Ross Aira 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 一定要做这个conversion 那假如你conversion了5万 这5万就变成你今年的收入 可是这5万投资到Ross Aira之后 它以后变成50万 也不用交一份钱税的 所以这个是用税后的钱才来做的 所以conversion的部分是要交税 可是你想如果以后的税率更高 那不如现在就把税先交了吧 就是因为历史上我们最高税率是94%的 可怕 现在是37%而已 哎呦呦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长远目标 因为钱这种东西 你就是给它一点点的支点和好处 然后你给它10年 30年 50年 就compounding 那是不得了的difference 不得了的difference 对对对对 所以一定要长远长远的想 不要只是看眼前这一点好处 我相信这次的sheltering place 这次的lockdown 这次的新冠 的确是提供了我们每一个individual 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 哎 当然每个人也有抑制消沉 也有比较烦躁 可是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都是学到了一些正面的启发 所以呢 我认为现在讲到年金 现在讲到保险 更对很多朋友的胃口 如果您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请致电Helen Ho 胡秀琴 650-678-0718 650-678-0718 再说一次 650-678-0718 Helen的email是 Helen at Ho Hou Financial.com 感谢你 感谢你 谢谢你 谢谢您周乐 谢谢各位听众 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 感谢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 祝您晚安 我们明晚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他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的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诈谈详情 卓越人生财税赢家 这里是国税局注册税务师和财务师 杰尼倩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est Deduction 税收的扣减和Test Credit 那税收的抵免 首先呢 设立信托基金Trust Fund 在美国呢 顶级1%的高资产人士呢 为了避免交易的普通股Common Stocks 所带来的资本的收益税Capital Game Tax 他们呢 会选择把普通股换为优先股Prefer Stocks 那然后呢 放入信托的基金 最后呢 轻轻松松用股息当生活费 另外呢 高输入的人士呢 通常将报酬呢 转换为股票期权 因为大部分的期权呢 只有在变现的时候才会被增税 还有就是有人呢 是为了避开Capital Game Tax呢 就去购买股票的期权 然后呢 股票作为从投行贷款的抵押 当然最多的就是捐出去送出去 疫情下 很多的教会和慈善机构的捐款呢 也在直线的下降 我们呢 再次也呼吁大家 踊跃的捐赠 合法的结税 疫情下 有的人呢 资产增值而欢喜 但有人呢 也面临失业的危机而忧虑 对坚持提前退休的听众的建议是 第一 增加保证的稳健的投资组合 第二 用退休年金增加收入 第三 坚持长线投资 购买生命保险 如有问题 请随时电话或视频咨询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高资产的税务节目 我是昨夜财税的杰利倩 期待您财富最大化 税务最优化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托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片帝及主持人的品场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